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今天看台大志工这道题 它现在呢 这是个二次多项式给了前三项 然后问下一项是多少 稍微留意一下 这数字呢是连续整数 那连续整数 我们要算这个最后一项 其实呢 这边可以用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就是利用到 二次多项式是二阶等差的概念 好 这什么意思呢 我先用这个例子来示范一下 一二五 接下来呢 像你想象相减这一 这边三 再减二 它是二阶等差 所以呢 你做了这个三次之后呢 会变成零 那表示说 这里也是二 那反过来呢 这边就是五 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一开始是十 所以这题二零一的答案就是十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n平 n加一平 跟n加二平 还有这n加三平 那这时相零两项相减 二次四就不见了 就会剩下这个一次四 那一次四呢 再减一次 就会变成这个常数项 常数项相减就会得到零 好 今天如果是一个三次多项式 它就是一个三阶等差 所以今天如果是相零项的差值 我们就可以用这方法 快速算出答案哦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这个十 就会判对一要 差不多是应该之后 і碰 nên价道 就是减着